哈喽大家好,我是采杨 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 现在这个天气 只能是4点钟以后来吃掉了 我们找了一个桥下面 这边相对比较阴凉一点 在桥头里面打了一个窝子 水深大概在1米2左右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掉了 一条小半条 这个速度蛮快的 还可以啊,像窝子里面的鱼芯 好像大 那通过了 你走吧,你走吧 都是大鱼 大鱼 大鱼 大半径 一斤八两有吧 八千还危险呢,八两 哈哈 哎呦,哎呦 我看你 你哪来这么个箱子呢 啊 哎呦,这个感觉不小 应该是大鱼芯 在手里就有感觉哦 这个感觉不小 这个感觉不小啊 现在手里就有感觉应该是大鱼芯 每个小鱼芯 来看一下啊 这样子可以了 这样子可以了 这样子那么多小了 era准确了一条大的 池溝太深了 直接把紫鉴剪了上 那摘过去,它肯定要受伤 这边怎么一过来都没有了 现在换个拉尔试一下 刚刚秋雨的小王子太多 拉尔一上 鲫鱼立马来了 这还可以 这鲫鱼还不行 像今天最大的 用拉尔立竿见影 这就是拉尔的负面影响 三条已经走过来了 三浮天有这样的鱼口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基本上放下去都能吃 就是能不能热上来的东西 双飞来了 还能继续双飞 拉尔的效果立竿见影 很久了 很久了 当回小白鸟了 摆条专业部啊 小鲫鱼 小鲫鱼 酥吧 酥的酥包鱼 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这条河我们是下午4点钟左右不来的 然后打完窝大概10分钟的时候 窝子里面就满是鱼心啊 就像大楼窝一样 一开始用蚯蚓做钓 钓了好几条盎子 因为我们的锅子比较小 大家看一下是1号的金绣啊 特别小 然后特别容易成锅 后来我们就改用拉尔啊 效果也是沉干净 连续的放小白条和鲫鱼啊 今天虽然说 鱼的整体大小不太大 但是贵在数量比较多啊 我们今天钓了大概两个小时 总共钓了可能有六七十条鱼啊 因为比较小 我们基本就谁钓谁放了啊 现在我们看到天已经黑下来了 并不是因为说天黑了 而是因为马上一开始打雷了 马上下了一阵雨了 我们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就准备测了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边 喜欢我们呢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